2023年2月21号 香港新界大浦大美都龙尾村发生一起谋杀案 被害人是28岁的香港名媛蔡天凤 通常朋友都是称呼她的英文名字Abby 这天她从九龙的豪宅加多丽山寓所离开 准备要到香港科学园科进路一间学校 接孩子们放学 但没想到在行经狮子山隧道之后从此失踪 当晚家人察觉有意报警 西九龙警察总区重案组根据调查过滤监视器发现 蔡天凤的司机跟着另一辆白色七人座 一前一后开往大浦龙尾路 时间点就在蔡天凤进隧道失踪后的一个小时 偏偏隔天蔡天凤的司机就拿着大塑胶箱 放上白色七人座后开走 这时候她已经惨遭杀害 不排除箱子装着残肢 为何如此断定 是因为2月24号事发三天后 警方在距离原本要去的学校11公里远外 龙尾村的一处屋内 终于找到蔡天凤的遗骸 可怕的是只有局部 她已经遭到分尸 冰箱里有死者的双腿 一旁还有烹煮工具 两口锅的汤汁 疑似混有人体组织 更有销肉机电锯封衣手套面罩 不排除是肢结使用的工具 蔡天凤被认定遭到碎湿烹湿 不仅如此 这些简陋的房子里连床都没有 却在窗户上挂起了帆布 可见此案早有预谋 首先我们来讲述被害人 死者蔡天凤 Abi 前面有提到她是28岁的香港名媛 她在1994年出生 都说是名媛了 自然是有个富家女的背景 她的母亲本名张燕花 是海南人 在抖音账号上人称五姐 早先有过第一段婚姻 生下了蔡天凤 后来改嫁 再添两名同母异父的女儿 盛群媒体上也不难看到 蔡天凤经常秀出奢侈品 其实早从一开始 她创建社交媒体账号 就是疯狂展示名牌 2016年开始 她就频繁在时尚圈走跳 也开始揭示大量的名人 像是跟真子丹在电影慈善场上合照 还有跟郭富全的妻子方圆是闺蜜 蔡天凤更是曾经登上时尚杂志封面 案发前8天 她才刚登上巴黎时装公报 摩纳哥版封面 被她紧接着就出事了 警方很快的就掌握了蔡天凤的关系网 首先得了解整边人 这才知道蔡天凤跟母亲一样有两段婚姻 现任丈夫是潭仔云南米县创办人潭泽君之子Chris 两个人在2016年举办婚礼婚后遇有一子一女 但两个人其实并没有正式的登记结婚 两人的认识目前有两种版本说法 一个是蔡天凤的母亲吴姐在社群平台上声称 女儿跟谈宰太子爷Chris是十岁的时候一起就读国际学校 但有周刊访到蔡天凤的朋友说是蔡天凤跟前夫凤子成婚 离婚之后再搭上了前夫的同学Chris 这两个说法是矛盾的 就看之后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证据 总之在现任丈夫这部分是没有嫌疑的 反倒是蔡天凤的前夫设有重嫌 这就得说到蔡天凤跟他的前夫理不清的关系 而且堪称是大恩养仇人 蔡天凤的前夫旷港制不正业说是软犯男也不为过 并不是说不能男主内也不是说不能给女人养 而是你总得体现自己的价值吧 偏偏他成田四处拐骗 有盗窃跟诈骗前科 分别曾经在麻将馆偷人金饰金块 还用手机交友软体结识了四名的男性 匡称说可以帮他们做黄金投资 引诱他们上钩 实则诈骗了500万港币 这都是好几年前的事情 本来应该要进一步的审讯 但是旷港制气宝潜逃遭到通气 一直都是靠着蔡天凤的庇护 不仅如此 他还有百万港币的债务 被形容根本就是MK仔 这是带有贬义的词 形容人盲目跟随潮流搞得不伦不累 此外更吊诡的是 靠着前妻接应 看着前妻再婚 他也不仅没有保持距离 反而是拉着前妻二婚的现任丈夫 相尽办法继续挖钱 旷港制找到Chris怂恿他 搞点赌博生意 但人家谭仔太子爷 可不是跟你搞这一套 于是屡屡遭剧 旷港制转而怂恿Chris 投点钱弄鸡蛋仔的店 数百万的生意投资 最后是亏损收场 万万没想到对于蔡天凤来说 根本就是独流般存在的前夫 这蔡天凤不仅仅是帮助前夫个人 还照顾他们全家人 买豪宅让他们全家来住 还聘请了前夫的哥哥 旷港节当司机 眼前的网友可能就发现了 蔡天凤怎么出事的 对就是司机载着载着就出事了 所以旷港节第一时间 其实就被锁定了 真的是养老鼠要不带 会聘任前夫兄长当司机 据说也是听了前夫的建议 而且前夫的哥哥跟蔡天凤 看起来真的是挺要好的 经常是以兄妹相称 还在社交平台上面放了不少的合照 蔡天凤如此单纯甚良 离婚了还说要照顾前夫家一生一世 照顾的还真是无微不至 2019年蔡天凤用钱公公的名义 赤资7,280万港币 就和新台币大概是两亿多 来买下了加多利山豪宅 给钱夫一家人住 当然了任谁都抵挡不了这样的照顾吧 说到钱公公矿球 也不是什么好咖 在担任警队捐气警长的席间 驻守望角警署 曾经是货班港警长期服务奖章 就在2005年的时候 涉嫌利用职务局便取得了某件案件 受害女子的联系方式 竟然是前往女子住处强奸人 遭控告性侵被拘捕 最后是自行请辞换取不被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前婆婆李瑞香还在2016年申请破产 这些情况之下 能住着蔡天凤添置的豪宅 免于窘迫生活 怎么样也该把蔡天凤当成大恩人吧 这又是为何会引发杀机 这跟蔡天凤买给钱公公的豪宅 有相关联 蔡天凤在2019年送钱赴一家豪宅 但在2023年却以大约是3亿新台币 7700万港币想要出售这间豪宅 甚至似乎急着想要脱手 2月份就把价格降到了6300万港币 大约是新台币2亿4500万 这比当初买入的价格还要低 爽爽住这么久的豪宅突然要被卖掉 钱富一家当然不乐意 更有消息传出 蔡天凤当初虽是一口气父亲 登记在钱公公的名下 但是钱公公估计也只是挂名的业主 所谓纸上业主 只要蔡天凤当初是以恢复信托这样的方式 供矿球持有豪宅 那么蔡天凤并没有放弃实质的权益 也难怪能够自由安排出售 甚至在2023年春节期间有人来看访 这就逼急了钱公公 扬言要杀人 在知道所有人缘关系网之后 我们回过头来把案发当下的情况来做还原 原本要去接女儿的蔡天凤 是有前夫的哥哥旷港杰负责载送 开着香港本地车牌的白色七人座 经过隧道的时候两人爆发争执肢体冲突 导致车上流血字 蔡天凤流血昏迷 很快的这辆白色七人座 就跟着另一辆白色七人座来汇合 而这辆是由钱公公矿球来驾驶 钱夫被认为也在这台车上 这辆车挂的是中港车牌 在案发当天的下午三年多前往真正的案发地点 也就是肢解蔡天凤的龙尾路名宅 四十多分钟之后 原本在蔡天凤本地牌的车辆开走了 隔天司机钱夫哥哥拿着大箱子丢进钱公公开的中港牌车辆 不排除这些过程都是在运尸块 警方很快的就扣押了翻案车辆 并且带走了大批证物 并针对钱夫哥哥 钱公公 钱婆婆来展开调查 这时候钱夫却人间蒸发 时间点太过敏感了 一下子就让各界怀疑是畏罪潜逃 甚至这一家人还帮忙做出假口供 企图脱罪 说蔡天凤早就下车离开 好在这样粗劣的资量 早就被警方识破 加上龙尾村的分尸住宅 就是由钱公公矿球所租下的 这下根本脱不了关系 此外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 蔡天凤有向律师咨询豪宅出售事宜 而且他并没有跟现任丈夫注册结婚 如果他没有立遗嘱 前夫旷岗智跟他所生的一对儿女 就有机会跟后来二婚的非婚生子女 共同分遗产 这样一来他就有机会拿到这种一半的财产 而警方认为这很有可能就是杀人动机 因此父子三人 前夫旷岗智 前夫哥哥旷岗杰 还有钱公公矿球都被认为是涉嫌合谋杀害蔡天凤的主犯 而前夫婆李瑞湘虽然没有动手 但涉嫌妨碍司法公正也要负起法律责任 前夫一家四口只剩矿港制不见人影 果然是企图逃亡 2023年2月25号下午 警方在东勇码头将其逮捕 发生他带着50多万的港币 以及总价400多万的好几只名表 企图搭船逃亡澳门 这下洛王除了这一次的谋杀罪嫌 过往遭通气的案子 也得一并算清 而洛王的矿信一家 不得交保 全案研制5月8号再生 由于警方一开始只找到死者的残肢 就是在冰箱中的双腿 还有锅里无法辨识的组织 其他尸块得尽可能找齐 警方先是锁定了将军奥 怀疑头颅可能被弃至于此 出动百名潜水人员 搜查队也出动了无人机还有警犬 两三百公尺的搜查直径 涵盖了坟场玻璃以及储水池 但是都没有收过 2月26号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 法医发现证物当中 一口大汤锅里面藏有头颅 包含的是有头骨跟头发 还有肉屑以及肋骨 更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是 这锅人肉煲汤 似乎并不只是为了避免失臭 因为里面还加了红萝卜白萝卜 已经熬出了白色带有混浊感的汤底 烹煮的心态让人不寒而栗 此外死者头颅右耳后方有个五六公分的洞 怀疑这就是硬物造成了致命伤 到这个阶段警方依然找不到死者的躯干还有手 因此怀疑尸块有可能在烹煮之后被当成厨鱼丢弃 所以就转往有足球场这么大的垃圾堆田去搜索 这里有8000吨的垃圾 根本就是大海捞针 而就在找到头颅的这一天 发现整起案件还有其他共犯 曾经涉嫌性侵的钱公共广丘 托蔡天凤的服务 带着一家四口爽住豪宅 没想到还能再外养扫三而且还成了共犯 广球的情妇伍伍志荣是按摩店的红牌员工 广球前来消费发展了不寻常的关系 还一起合租分尸的住宅 更在案发前就租好了另一间屋子用来窝藏主嫌旷港制 目前是已经获准保释 需要定前向警方来报道 虽然蔡天凤的尸块没有全部找齐 但认诗以及头七招魂还是得进行 直到认诗这一天 依然只找到蔡天凤的双腿以及头颅 该怎么说呢 这白布下面几乎是空的 蔡天凤的歌手好友周英杰说 认诗当下死者的丈夫跟母亲都陷入了沉默 婆婆则是气不成声 招魂的时候家属替蔡天凤准备了 她生前最喜欢的T恤草莓还有些物品 死者母亲不断呼喊 你真的死得好冤 妈妈以后都见不到你了 由于蔡天凤遭到严重碎尸 法师在现场特地用纸扎人 上头写有蔡天凤正魂附身 希望能够找回破碎的魂魄 要统统统合归一才能够顺利超度 只是没想到这一场头起法会 倒是让外界秀出不选常之处 蔡天凤母亲崩溃大哭 趴倒在女婿胸口 Chris也是直接伸手安抚 由于蔡天凤的二婚丈夫Chris 过去有很多跟岳母的亲密合照 引发外界诸多联想 不过这部分他们都已经痛失至今 互相理解安慰 这个话题至此也没有继续扩大 全案虽然还在持续延烧 很多细节警方都还在调查 但碎尸到这种程度能够顺利破案 其实也有一些不得不幸的巧合 蔡天凤的母亲梦到女儿托梦 说自己所在的地方有很多狗在叫 也有很多的猴子 这个地方是大谱 其实死者母亲根本没有去过这个地方 没想到正式案发地点 此外死者的父亲还说 家里莫名飞进了一只飞蛾 一整晚没有离开 他们心想也许就是宝贝女儿来告别的吧 此外嫌犯精心布局 要是警方找不到尸体 或是无法确认被害者的身份 是很难将嫌犯定罪的 好在警方早一步掌握了蔡天凤的名牌包 等于他的豪奢名牌助攻警方破案 原来警方比对的最后身影 发现了灰白色提拔的双色定制款爱马仕薄金包 并同步锁定寻找 果真找到了并找出死者的证件 确认被害者的身份迅速破案 这些恐怕都是冥冥之中注定好的 中起案件除了蔡天凤是直接受害人 倒是还有其他的间接被害人 那就是分寻民宅的房东 有够倒霉 出租房屋变成了凶宅 房价跟着血崩 而且现在这里周遭根本没有人敢靠近 恐怕得等到日后 整个来拆掉重建 有人很冤 有人却超级无耻 原来不只是蔡天凤的前夫 是超级大水智 而蔡天凤的前公公也是 明明就是主贤之一 还敢放消息说 希望谭家老爷可以帮忙支付律师费 谭家老爷是谁 蔡天凤二婚的夫家 虽然过去前夫一家 会跟现任一家出游 但你把人家女主人杀害了 还好意思吗 更有人关注到了 这个前夫过去行骗的交友软体 是同性愿在使用的 更似乎无所谓前妻再婚 整天年着人家再婚的丈夫 也许巴着蔡天凤 醉翁之意不再久 更可怜的还是两段婚姻当中 所生下的四个孩子 孩子所救赎的其中一间贵族学校 直接呼吁家长们 停用孩子的电子设备 而Chris则是表示 一直都把妻子前夫的孩子 也视如己出 不论是前夫的一子一女 还是自己的一子一女 四个孩子 未来都会一并照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